这是空手道的最强驾驶天地上下 右手指天左手压地上下一体 当独步使出这一招的时候 就意味着他达到了绝对专注 但在此之前 促速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站在擂台上不忘向观众展示罕见的四股训练 随后一脚中他为自己壮大声势 当拿促速的T1阵容 是时候展开真男人的一战了 裁判将两位壮汉引到竞技场中央宣布规则 一切都是老规矩 除了禁用武器之外没有任何限制 二人各自归位做最后的调整 独步一声战争怒吞吐淡气 紧接着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响彻全场 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中 空手道的吸吹之术开始储存气力 不多时独步的身体缓缓便轻开始飘到空中 古代角力与空手道到底谁更强大 随着一声战鼓敲响 决斗正式开始 只见独步一路小跑来到促速面前 突如其来的这痛操作实际上另有深意 令促速没想到的是 独步竟然要给他掩饰空手道的四股力 说起来这还是来自于古代相扑的传承 见此情形促速同样不遑多让 众星下沉的同时紧握双拳以四股归进 两大战神互相对峙比拼的就是气势 随后促速一击直踢主动抢占先机 而独步也没有丝毫躲闪 架起铁拳就是一套重拳出击 一代武神怎么会怕硬碰硬呢 肉体碰撞的声音随着力量的增加而不断放大 砰的一声巨响在观众席上都听得清清楚楚 双方出手的第一个回合就没有任何试探的意思 只有硬碰硬才配得上是真男人 独步赶紧吹了吹火热的拳头 仅仅一个回合的交锋就震得他手臂发麻 而另一边的促速更不好受 谁能想到普普通通的一拳竟蕴含如此恐怖的力量 人体中最坚硬的肿竟然被一拳打破 为了不让独步看出破绽 促速坚持用四股力保持原状 但这又怎么骗得过武神的眼睛 偏移的重心和不自然的动作全都是破绽 独步断定促速的右脚已经受伤了 不料促速还是奥斯卡影帝出身 见此情形下意识地甩出懵逼的表情和迷惑的语气 为了演得更像 促速不惜用暴力方式证明自己 伸出右脚对着地表大力践踏 即使脚后跟痛的死去活来脸上还是云淡风轻的样子 而在独步眼里这些动作都是多余的 拼命地做无事宣告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胜利不是用嘴说出来的 而是靠自己的硬实力打出来的 这时促速突然抱起朝着独步踢来 发力部位仍然是那只右脚 面对这轮闪电突袭就算是独步也马虎不断 0.5秒内起身用鞭腿回应对方 半空中两大强者完成了两者相踏 每一招都是实打实的干货 看得观众无比振奋 等到两人重新回到地表时 独步已经施展出了天地上下的架势 这招的压迫力远超之前的四股力 促速严阵以待双眼紧盯独步的动向 没想出他还是看错了独步的意图 在观众的注视下 独步直接卸掉了所有的攻击架势 甚至还出言劝说促速放弃比赛 只因在刚才的两者相踏中 他已经感受到了促速变形的脚跟 这是一种严实破碎的触感 虽然促速还能若无其事地站着 但他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左侧来保护右脚了 大战至此促速完全落入下风 无奈不服输的促速还想再试试 只见他慢慢抬起右脚放到鼻子的位置 轻轻揉搓之后堵住右边的鼻孔 紧接着一发鼻涕泡弹的吞射而出 独步一扭脖子就躲了过去 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 促速用行动表示自己还能再战 随后提着一只跛脚向独步狂奔 状态不佳还要硬上只剩死路一条 眼看促速这一掌即将打到独步身上 谁料独步早就做好了预判 一脚探出踩住促速的右脚背 刻骨铭心的剧痛搞得促速头皮发麻 就在他愣神之际 伤一跳用双腿勒住独步的脖子 二十年没洗过的裤裆怼到了独步的老脸上 原本他还因为促速骨折而不好意思反击 无奈这人的生命之根实在是太臭了 气得独步直接拽住促速的耳朵 伴随着车来一声怪响 促速的耳朵竟直接被扯了下来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空手到家的指令 那是用无数轻竹锻炼出来的力量 最后独步用灌手将促速狠狠制裁 这个四百斤的壮汉瞬间变成了半死不活的样子 至此武神于帝独步夺得了真男人的桂冠 处于人道主义关怀 他还不忘把两只耳朵递送给医务人员 促速躺在地上开始复盘这一场战斗 而他是从什么时候落败的 或许刚开局的第一脚就是个错误 可惜战败的代价太过惨重 促速只能下辈子再注意了